第四题,如果一个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呢 它的解是x等于ay等于b 则a减b的值是多少 好,这一题呢,它就是要我们来解这个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咯 第一个式子叫做x加y等于3 第二个式子叫做3x减2y等于4 这个最简单的做法呢,是用代入消去法 想办法把一个位置数,不管是x或者是y把它削掉 那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把第一式呢,乘以2 让这个y前面的数字都变得一样 然后呢,前面的数字一样了以后 因为一个是负的,一个是负2y,一个是正2y 要把y消掉,那就把两个式子呢,相加 第二式加第三式 三个x加2x等于5x 负2y加2y消掉了 等于4加6是10 所以算出来呢,x就是2 题目讲说x等于a 所以呢,这个a呢,就是2 那再来看 那b是多少,也就是y是多少呢 x等于2,我们把它带入 随便带哪个式子都可以 1,2,3都可以,带入简单的就好 带入第一式 x等于2 2加y等于3 所以算出来呢,y等于1 那题目上讲y就是b 所以b就是1 最后,我们再把它要算的算出来 a减b的值是多少 a等于2,b等于1 2减1等于1 答案选a这个选项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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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